欢迎您新八卦CP to our channel 她的不懈奉献和对克服一切困难的热情,帮助她在艺术之路上不断前进。让我们一起深入了结小战辛苦付出的旅程,如今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太阳伴我们,期待已久的影片即将上映。我们很高兴地宣布太阳伴我们这部充满希望的影片即将上映。这部电影承诺为观众带来倾心愉悦的情感和深沉的爱情体验。 凭借优秀的演员阵容和充满感染力的故事,这部电影将成为一场不容错过的视觉盛宴。让我们一同期待在这部影片中,与您一同共享升华的时刻。迪丽热巴养子外貌外泄,截然不同的风格吸引关注。 今天,社交媒体上弥漫住迪丽热巴和养子两位知名女演员的现身消息。令人意外的是,两人的形象在外泄的照片中截然相反。 迪丽热巴以清新俏皮的白色服装亮相,而养子则以迷人个性的黑色装扮吸引目光。 这一状态不仅引起网友的关注,也让粉丝们充满好奇与期待,迫不及待地期待住这两位顶尖明星的最新消息。 感谢各位和你们对我们最新资讯的关注。请继续期待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将带给您更多有趣的资讯。 肖战的演艺生涯可以说是从压剧咖逐渐展露头角,尤其在于生和玉古瑶这两部作品的表现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 这两部剧都曾因为种种原因推迟了播出,但一经上线,便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播出效果。 余生至今仍然是湖南卫视年度冠军剧,可见其受欢迎程度之高。 而玉古瑶虽然因为选角问题,受到一些批评,但肖战所饰演的石影一角,却让他在国内外受到了广泛的认可。 石影不仅成为本年度国产剧播放亮前时的角色,得塔文影视观察也认证玉古瑶在古装剧领域具备相当强势的竞争力和优异的口碑表现, 更是整个7月份古装剧中的Top 1。 这一切充分显示出肖战对于剧本《选择和角色塑造》的认真态度。 他精挑细选的作品在播出后总能引起高度关注和广泛讨论, 为整个内鱼圈带来了一股强烈的热潮。 随着肖战的演技不断精进和人气的不断攀升, 他的未来在演艺事业上充满了无限可能。 观众和粉丝们都期待着他未来更多精彩的表现, 而他的新作《交扬伴我的》播出更是指日可待, 相信必定会再次引发轰动。 肖战的演艺之路还将继续迎来更多亮点和成功。 刚刚又有一个好消息传来, 白百合已经为《交扬伴我》完成配音, 并且表达了希望这部剧尽快播出的愿望, 期待见面,简兵导演。 可见,用不了多久交扬伴我也会被抬上来了。 交扬伴我是肖战目前唯一一部存货, 这部剧一开播,黑粉就只能彻底在风中凌乱。 因为他们一直打时间差,朝肖战施压巨咖, 那位自诩业内的大编剧还在肖战最难的时候, 煞有介事地给肖战一个忠告, 拍一些能播的剧吧。 这谣言灼灼实实让黑粉们开香槟, 狂欢了好几天, 没想到这么快他们就被打脸了。 肖战现在即将存货告庆, 黑粉们的争主还有几部剧被关小黑屋, 看似很难见到天日。 不过大家倒是不希望交扬伴我那么快抬上来, 因为好剧要慢慢品, 越品越鱼香满口,回味无穷。 无论梦中的那片海还是骄阳伴我, 都惊得起再刷,三刷,N刷, 每刷一次都会有不同的发现和感悟。 据播放效果好自然播得就快, 那么压力就给到了肖战, 大家纷纷爱特肖战拍完, 射雕英雄传后一定要尽快进组, 藏海细琳也好, 其他本子也好, 肖战选本子的眼光是绝对可以信服的, 可千万不要让大家聚荒呀。 大家也在敲锣打鼓, 养精蓄锐, 准备迎接这部骄阳伴我。 剧中的盛阳可是最接近肖战本人的一个角色, 有出入职场的阳光上进, 有出涉爱河的腼腆呆萌, 更有一番打拼, 事业有成, 从职场小白进阶到职场达人的愁躇满志。 骄阳伴我播出《指日可待》, 看两位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演员肖战百百合, 如何演绎一个动人而清新的职场爱情故事。 杨子则选择了与迪丽热巴截然不同的风格。 他出席活动时身穿一件白色蕾丝拼接连衣裙, 整体造型显得优雅温婉。 这身裙妆凸显了杨子的清新气质和柔美身姿, 给人一种清纯高贵的感觉。 他的发型是自然的披肩长发, 展现出自然的美感, 没有过多雕琢, 与他的衣着相得一张。 杨子的妆容也十分考究, 他选择了淡雅的眼妆, 突出了眼神的明亮和迷人, 嘴唇涂抹着浅色系的唇膏, 增添了他的甜美气质。 整个妆容呈现出青春靓丽的效果, 与他年轻的形象相得一张。 两位演员同天亮相活动的照片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 粉丝们也纷纷对他们的造型和状态进行比较。 有的人喜欢迪丽热巴帅气洒爽的造型, 认为他展现了女性的独立和坚强, 而有的人则更倾向于杨子温婉优雅的气质, 觉得他更具女性的柔美和高贵。 不同的演员有着不同的定位和风格, 无论是在作品还是在公开场合, 他们都会选择与角色和活动相符合的造型和状态。 而粉丝们对于他们的喜好也是多样的, 喜欢他们的演技, 个性和气质, 所以无论是迪丽热巴还是杨子, 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和吸引力。 总的来说, 两位演员在同一天的活动中展现了不同的风格和状态, 各自散发出迷人的光芒, 也让人对他们未来的发展更加期待。 无论他们选择何种造型和路线, 相信他们都会继续在演艺事业上取得更多的成就。 粉丝们也将继续支持他们, 见证他们在演艺道路上的精彩表现。 而杨子当天参加品牌活动, 为了符合清新自然的风格, 也是选择了一身白色一字肩边长裙, 下半身的开插设计也是难得的让杨子露了一回美腿, 整个人看起来分十分有气质。 而为了搭配这一身, 杨子的发型则是选择了半绑式的批发, 配上白色的飘带发夹, 整个人看起来十分优雅, 化身贵气大小姐模样, 与以往的样子完全不一样, 不少人都感叹太温柔了, 俨然一个大家闺秀的模样。 而除了造型之外, 杨子整个人的状态也很不错, 因为是一直在拍戏中, 所以整个人瘦了不少, 面部也很紧致, 再配上精致的白月光妆容, 也是获得了大家的好评。 同一天出席活动, 又同位90后流量小花, 杨子和迪丽热巴两人, 也是难免被大家拿来对比, 而巧合的是两人的穿搭也是一黑一白, 一个霸气, 一个温柔, 风格差别比较大, 但对于不同的人来说, 有不同的喜好。 看到杨子和迪丽热巴的最新营业照,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 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观点。